今天我们来到朱启祥故居 这个故居目前还没有对社会开放 但是故居的建筑布局还依然保持着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这是故居的大门 是一座广量大门 建筑规格比较高 当年他建设自己的宅院的时候 许多工匠都曾为故宫修缮过 所以他在营造方面精益求精 这一座大门正对着是一个长廊 直通到最后第四进院落 长廊两边各有四组四合院 是对称布局长廊成了这种院的中轴线 朱启祥出生于1874年清代末期 早年跟随他的姨父清末大臣 虚公鸡学习四书五经 21岁就开始围官 在四川 湖北 天津 东三省 都曾经做国官 北洋时期呢 有多年担任交通总长 内务部总长 北京市政督办 警察厅的负责人 担任京都市政督办的时候 负责北京城市的改造 他曾经 把长安街打通 把设计坛开辟为中山公园 把正安门两边的瓮城打开 便于交通 同时呢 在皇城两边也修了两拨道路 就南北池子大街和南北长街 他的理想呢 就是把一个以前为皇帝服务的这么一个都城 变成了为了外星服务的现代化城市 你看这个四合院 全是童瓦 坡屋顶 卷棚顶 过龙脊 这种建筑方式 你看 从这个每一个建筑的细节啊 就能够发现 这个建筑还 当年建的时候还比较考究的 包括这些把手啊 也都是精雕细塑 这种门啊 全是这种 当时20世纪30年代 这种拱旋式的 他是30年买了这块地 然后建了这所宅院 在抗日战争时期啊 他坚决不跟日本鬼的合作 保持这种爱国的民族气节 这个房子被日本鬼的强占了 等四五年 抗日战争胜利 他才重新获得了这个院子的使用权 那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院子捐给国家了 这个院呢 成了外交部的宿舍 那么从四十年到现在 那么越来居住的人越多 所以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精零大杂院 看这个建筑啊 都是清水墙 磨砖堆缝的 做工非常考究 他是按这个营造法事的要求来做的 朱启贤呢 他还有一个最伟大的贡献 就是保护传统文化遗产 他呢 建立一个学术组织 叫营造学社 把这种古代建筑 上升了一套学术理论 来开始研究 他的手底下有刘敦针 还有梁慈成 这些建筑大架 开展了古建筑的测梁 还有这个古代建筑的保护工作 整个他的这个大宅院啊 占地三千平米 非常大 前面是给营造学社 用作办公 后院是他和他的家属呢 居住新中国城里以后呢 朱启贤曾担任过 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92岁去世 朱启贤呢 对北京市的市政建设啊 做出过巨大贡献 希望有一天吧 能够把这个院再开立成为一个建筑博物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